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两边全是雷场周围 这个两边全是那个警示牌 然后坡斗 路载 急弯 在夏博区那边是有正在排雷的 排雷组在那边排雷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天前 这里曾发生过一次 激烈交付 距离巴勒斯坦难民营 只有500米的距离 而此刻 中国第17批 富里巴嫩 违和建筑工兵分队 正行驶在这条路上 前往执行施工任务 道路特别的狭窄 然后坡斗 路窄 急弯 它这个难民的路 就是不像我们国内这样 它是有这个隧道 隧道之内 它是随着山走 里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 一山傍海 气候一神 是中东地区唯一没有沙漠的国家 首都贝鲁特 有着中东小巴黎的美誉 都贝鲁特 超出生产念 帮他们在行证 还是深入持权的国家 北京记录鲁特 但是 不吝离 有时 误会 你 你 误会 不要 只能 如果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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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说你地面的砂质土壤比较松软 那我们在吊砂的个人中 它突然说那个砂质土壤它下沉了 那会有影响 会引起那个吊车的侧翻 操作手需要格外谨慎小心 重达两三吨的吊砂物 有着极高的操作难度 吊那个天墙的时候 因为它悬空 它会重比较重 吊臂深长了之后 它那个重心可能会前移 就是说重心前移了之后 它不能保证整个机械的重心点 在那个吊车之中心 所以说这确实还是有点危险度 钢架可以更好承受 掩体上方的土石重量 让结构显得更加牢固 经过一个月的坚固奋战 一个成功修复的坚固掩体 终于可以使用了 欢迎来到2-45Alpha 这是2-45Alpha 这是2-45Alpha 2-45Alpha 这个被拖延了两年的工程 如期晚工 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建筑工兵 在危险作业环境中坚决完成任务的勇敢和担当 维和期间 中国工兵除了要完成联合国助黎巴嫩维和部队司令部赋予的工程任务外 他们也是传递中国文化的使者 黎巴嫩提尔市艾利特小学 是一所国际学校 学生在这里可以学到阿拉伯语 英语 法语 等多国语言 在中国工兵到来之后 他们开设了第一节中文课 第一次接触来自遥远国度的中国维和军人 孩子们觉得既陌生又亲切 他们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好奇 在当地也很快掀起了一股学汉语哲 你好 你好 如果感谢你就和我白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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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感谢你就和我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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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文课上 提尔士小学生和中国国内一所小学 进行了一次远程互动 在最后的十年纪年 有多数十年纪的关系 有多数十年纪的关系 在中国和中国的关系 尤其是在经济上 我们有很多人的研究 一般的旅行和中国人 所以我们的变化很喜爱 我们的家庭也建设许中文 贸易了成为我们的建筑 这是他们在美丽交流的交流 美丽交流的交流 我喜欢这种东西 两国小学生的互动 不仅让黎巴嫩孩子 对中国小学生和中国文化 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也加深了两国学生之间的勇意 通过小学的中文教学 中国维和官兵和当地民众之间 也建立起了深厚用力 这条路是联合国驻黎巴嫩 维和部队巡逻分队 每次巡逻的必经路 也是当地百姓进山的一条主干道 但几十年来并没有一条畅通的公路 中国工兵受领的另一项艰巨任务 就是在这个重要地域 修建一条乡村路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路宽 基本上不到三米 而当地村民具体的修一 差不多一宽四米五 最实全长估计在一公里多一点点 这种接到修建任务之后 联想带来我们几个骨干 对现场以及修路的方式方法 进行来讨论研究 施工地点同样特殊敏感 很多弹孔 以及炮弹轰击的一些弹坑 或者说一些倒塌的建筑物 而在通往施工点的必经这路上 会同情当地一个非政府武装通讯站 年纪派的武装护卫队 负责我们的安全警戒 到中期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人员派的武装护卫队 进行警戒的 安全形势紧张 道路狭窄 每天用于修路的大型机器 转运停靠 都面临巨大风险 中国工兵每天早晨六点 就从营区出发了 因为在山区作业 没水 没电 离补给线很远 出发时 大家要带上一天的食用水和补给 作业条件十分艰苦 由于野外作业人员有限 担负驾驶任务的班长 就负责野外做饭 但在这里做饭 比想象中更难 当时有一种黄蜂 可能是食物动物 因为我们当时把肉类之类拿出来之后 黄蜂基本上都飞过来了 我们在切肉的过程当中 黄蜂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搭在你的手上了 因为它会遮人 就是这种情况吧 基本上每天都有人被黄蜂遮过 亲眼目睹中国工兵 在修路作业中付出的艰辛 许多当地百姓都自发赶来 把他们打猎收获的食物送给他们 表达一下内心的感激之情 按照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要求 中国建筑工兵只需修出一条4.5米宽的碎石路面即可 但考虑到黎巴嫩雨季暴雨冲刷后 碎石路面容易形成凹凸不平 中国工兵决定做新的尝试 如果修路的话 肯定会有水泥 连泥它给我们的材料 不是就是给了一种碎石 它没有水泥 那我们当时就想到 我们在过来的路头当中 看到一个石场 有石粉 我们用那个碎石 去跟那个市场老板沟通之后就换的 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从那个石粉换完之后 浓在路面上面 这样用压路机来回碾压过之后 石粉代替水泥 起到了很好的凝结碎石的作用 然后我们在铺出第二层路面的时候 采用同样的方式方法 它的路面才可以起到比较坚硬 利用铺设石粉 中国工兵最大限度 克服了碎石路面容易塌陷的缺点 当地老百姓的水泥车 它是一车车地拉过去 进行交流面 然后再进行压石 当这条崭新的中离友谊路 开通的那一天 村里的百姓们沸腾了 这条凝聚着爱心的路 不仅连接了交通 更增进了中离两国人民的情意 当时九州活动的时候 他当地居民是每家每户 他就拿过自己的拿手的菜 跟我们一些做的甜品一起摆放 一起享用的时候 从他们那个面目感觉的心情 还有笑容的来看 他们确实挺高兴的 我一个年轻人 人们很高兴 我很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很喜欢加热门 他们非常好 对朱黎巴嫩维和部队的中国工兵来说 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是举办一年一度的西区国际业 西区国际业是由各制维和分队轮流成办 为联合国朱黎巴嫩维和部队官兵 呈现了一台高文化性互动性的晚会 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展现出兵国文化的一个平台 因为西区辖区的以及甚至连离的高官都会参加西区国际业 我们想呈现的晚会 一方面的话就是把中国的古典的元素能够带给大家 最容易接受也就想看到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的东西 我们就想把这样的东西传递给大家 另外一方面在整个晚会过程中 也要把中国人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军人 开放自行包容的一个新的形象传递给外国人 从筹备到文化业的开幕 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中国工兵又会如何展现中国文化呢 在连离有43个出兵国在一起既是合作也有竞争 其实每个国家我们都是在这个不管参加军事比赛还是组织文化交流 大家都是想尽可能地去展示自己国家的形象 然后赢得更多的赞誉赞同 经过一次次探索尝试 中国工兵终于将一副具有中国水箱建筑风格的舞台背景搭建完成了 黑色屋顶 白色强烈 象征着喜庆的传统中国红构成的舞台 强烈展现了浓郁的中国风情 最受外军喜爱的是传统的中国节目《舞狮》 狮子活灵活现的 然后这个汉台可居 可以摆出各种模仿小动物的造型 非常受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喜欢 现场人数大概有一千多人 然后我们的舞师从台上 然后一直表演到台下 整个台下观众都在围着 然后拿着手机在拍 我们利用业维时间 主要他们自己进行训练 他们对着网上的视频 然后也打电话 请到一些老师自己一点一点地琢磨 研究出了我们特色的一些武士的动作 这一晚各国维和军人都被这台中国风浓郁的晚会 深深吸引 让外军更直观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 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军人和外军之间的互信和友谊 同时中国工兵在联合国助黎巴嫩维和部队司令部组织的各项军事竞赛中 团结协作 不断迎接挑战 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充沛体能 获得了联合国助黎巴嫩维和部队司令加奖 从2018到2019 中国第17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 出色完成了联合国赋予的每一项重任 展现了中国建筑工兵不畏艰难 敢打敢拼的顽强作风 也让联合国助黎巴嫩维和官兵和当地民众 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军人和中国文化 为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 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분들开往 ãad 一 他 这 中文 Editor 达 养 死 寻 fui 烈 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